第101次实验 开始 辣死我了 又失败了 我受不了了 继续下一轮实验 莉莉莎 你根本不是在研究新式武器 是神机偷懒 对啊 还要折磨我们 你们敢质疑队长 继续实验一百次 不 不敢 莉莉莎队长 哼 你们懂什么 我研究的是美容药品新武器 接下来试试我的最新作品 花粉子弹 只要被这些子弹击中 里面的粉末散开 莉莉莎队长 为什么不用神奇新的区民们做实验 对对 反正就是用来对付他们的嘛 好像有点道理啊 就这么办吧 谁找的这个破村子 莉莉莎队长 封全村封最大 用风能把药粉吹散整个村子 顺便还能嫌货给老虎 聪明 不愧是波布 前队长 会不会说话 很好 他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为什么是我动手 要不 要不你再去做几次实验 算了 还是我来最靠谱 先找个目标试试 怎么办 我还没做好准备 接 接下来 我 我为大家表演 他 他他舞 来吧 就挑你了 好痒啊 好痒啊 波布 你是不是故意的 冤枉啊 好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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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痒 好痒 我再试试 这次保证没问题 战斗 别好啊 发生什么事了 你抓不到我 我 我没偷东西 好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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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是他们帮的吗 真是好人啊 谢谢你们 波布 你搞什么 我们怎么成了大好人了 嫁祸不成 还让老虎赚了便宜 我有办法搬回来 听我说 这间房子住着风车村的村长 村长是整个村子里最受尊敬的人 如果我们对他下手 那么大家就会相信我们 不 相信老虎是坏人了 没错 波布前队长 你真是太坏了 这葡萄长得真不错 就是摸起来有点扎手 还臭臭的 大怪的老虎军团来了 难道他耳朵聋了 村长 听到了 听到了 我耳朵又没了 你们是来帮忙摘水果的吧 我们是来对付你的 哦 想吃葡萄啊 来 不用客气 说什么废话 你们是 我们就是坏身错尽 臭屁远扬的 村长 我们来帮忙摘水果了 村长 你没受伤吗 没事 没事 我现在神清气爽 你们是阿贾 阿姨和阿炳吧 村长 你能认出我们了 也能听清我们说话了 太谢谢了 竟然治好了我的老花眼和大耳背 这是反老还童的药吗 我感觉年轻了十岁 我刚刚就加了点料 居然还有这奇效啊 队长 好像计划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不是刚刚在街上帮了大家的人吗 没错 真是大好人 太感谢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们的任务就是成为风车村的大英雄吗 团长 全都是波布的计划 团长大人 请听我解释 也算是个好方法 我命令你们 利用英雄身份继续完成任务 否则 莉莉莎 你飞船上的美容仪器就留不住了 保证完成任务 为了我的美容宝贝 我命令你们 改造那台大风车 我要让花粉子弹 遍布整个风车村 抓住这些居民 莉莉莎队长 我发明了智能古风机 哦 它能做什么 只要你下的命令 它都能完成 你好 全宇宙最美丽最可爱的莉莉莎队长 古风机为你服务 不错不错 真会拍马屁 像波布前队长一样 智能古风机 展示一下你的功能吧 莉莉莎队长 您的花茶温度调试成功 可以喝了 完美 从今天起 你就代表波布成为711小队的一员吧 智能古风机 干点正经的行吗 把花粉子弹 散步到整个风车村 虽然只是波布前队长的命令 我还是会执行的 气口了 怎么回事 是电力不足了 那块充电呀 充不了 没有储备电力 什么 我的计划又要泡汤了 不 绝对不可以 有了 飞船上不就有大量能源吗 不能思思动用飞船的能源 波布 我以队长的身份 命令你闭嘴 女侠队长真的不能啊 三四郎 让飞船过来 解通能源 是 日能无光系同期 很好 我命令你 我命令你 快跑起来 快跑起来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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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封机 保护好大家 有刀 干得好 日能鼓风即保护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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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大机器人救了我们 日能鼓风即把乌云吹走 最大最大丰富 太厉害了 乌云被吹跑了 快看 是那三只老虎 他们用大机器人吹走了乌云 又是他们帮了我们 大英雄 大英雄 好像又做错了 赶紧把花粉子弹散出去 能量快用光了 我不管 只能鼓风机给我用力吹 最强风俗 为什么冲着我们来了 电灵好光 深空了 他们为了救我们 牺牲了自己 真的 太伟大了 一 任务又失败了 二 此次盗用能源 导致飞船受损 三 还让老虎成了大英雄 李莲莎 你身为队长 要负最大责任 不 求求你了 团长 你的 队长职务 被撤了 我的美容宝贝 可以留下 太好了 团长大人 您再考虑考虑我 新的队长 暂时继续由波布担任 波布前队长 恭喜你 请叫我波布队长 是我的 这里的尊敏 真是太热情了 这是应该的 虎族大英雄 可帮了我们大忙 最后还牺牲了自己 只留下了厉害的大风车 真是太伟大了 到底是哪几位大侠 是三位无名英雄 偶像 我也要成为这样的大侠 我来的尊敏